早安 睡得好嗎 好累喔 澳門好累喔 怎麼會是這樣子開場的 因為昨天有發生慘案 昨天我們來澳門 然後呢錄了一整天 發現影片完全沒有聲音喔 我們要來為大家開箱 住過一晚的倫敦人飯店 真的昨天吃了然後這樣子開 我不懂B房門跟敲門開始 我還沒拿房卡 我們在開箱耶 沒有看過有人在開箱住過一晚的吧 首先一進門呢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玄關 旁邊還有一個這個狗狗的裝置衣術 看起來就非常的高尚 玄關右轉之後就是一個衣帽間 這邊讓你放行李的 左邊一個梳妝台很大一個 右邊的衣帽間呢我們就先不往裡面走 我們先繼續走玄關這一邊 就是一個超級大的客廳 昨天我們就是在這裡吃宵夜 所以那邊有我們的垃圾 左邊這個mini bar呢就是 不要碰 水跟咖啡是可以用的 這邊 不要碰 還有這邊 這些都是碰的會爆炸 再往裡面走就是你睡覺的臥室了 客廳跟主臥的空間是可以隔開來的 雙人床超級超級大 它的枕頭我們給予極高的評價 這個就是我們睡過一晚開箱的好處 就是這個床我們可以說非常好睡 外面的view以昨天晚上我們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澳門的晚上就是很漂亮 下面就是各個大飯店的游泳池了 再來最後進來呢就是浴室的空間 一進來就是一個大浴缸 當然你這邊全部都是可以拉起來的 所以不用太害羞了 再穿過去就是一個剛剛那個衣帽間 所以它是一個圓弧狀的設計 左邊就是領域的空間 右邊就是廁所 所以你可以一個人洗澡 一個人拉石 一個人泡澡 好了這樣子我們就開箱完我們昨天睡的倫敦人 今天 應該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未開箱的出行吧 今天我們正式的呢就要拍澳門了 其實我們昨天 對 我們昨天就是也沒幹嘛 我們就是去吃了引道粥 非常好吃 我們今天還會吃超多東西 我們直接出發 要連兩體重了 一走出倫敦人的Lobby 真的非常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英式風格 然後晚上的話它那邊還會有人偶出來表演 如果你到了倫敦人二樓呢 這裡有一個最佳最佳的拍照景點 通常在這邊的人的姿勢都會是 有這樣嗎? 對對對對對 這邊的人都會穿的超辣 對 然後都會這樣子 還有拍一個跳下去的 但他一分鐘通常只能拍這裡吃 他剛剛說擔心我們睡的太多 我們昨天幾點? 4點 我覺得我們要討論一下睡眠的價值觀 我們今天會去瘋狂的吃 就看看今天有沒有人想要挑戰澳門塔 卡 我覺得三十歲的生日跳個澳門塔 真的不為過 我覺得可以 然後三十歲就沒有了 總之這一趟我們會是一個吃爆澳門之旅 如果有要來澳門的跟著吃出發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欸 這裡是澳門的老城區 更多更多的在地食物 佑翰小販大樓 Oh my god 這是學生食堂欸 不是 這裡有很多間 你看它不是只有一間 但有點像是台灣的美食街 是大學的美食街 欸 真的很有名 真的 他們當地人都在那裡吃的 怎麼會不懂喔 他們自己明明就也沒來過 我真的沒有看到半個遊客 所以才叫在地人的食物 沒有遊客啦 我現在昨天沒有錄到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大翁 他還有一個生貓胎妹妹叫小翁 他們因為在澳門工作了八年 所以對澳門非常的熟悉 我真的是有吃過 不是沒吃過喔 我在線動發 立刻有人說 你們真的很道地欸 這種地方遊客根本就不會去 你看我後面寫作業寫作業玩遊戲 外學生跟換學生 我剛看到一隻老鼠 在那個紅色的消防管線爬過去 我覺得很正常 做吃的就是這樣子 對 我們家也會有老鼠 辛苦的兩位幫我們買好一大桌了 買了一整桌東西 都是超級澳門當地的食物 這不是蛋餅 這個是腸粉欸 我特別請他家有花生醬雞醬 在這裡吃腸粉一定就是花生醬 來這邊吃飯可以理解 因為這邊的物價超低 你在賭場裡面你去吃一個天好魚 這個要多少你知道嗎 應該也要二三十塊 來 後面兩位回來了 這樣多少錢 這樣多少錢 這個十塊 十塊超便宜的好不好 它很大顆欸 這雞皮好好吃欸 成績油炸美食 這個雞皮要點欸你各位 它滿鹹的 但是很夠味 它調味調得很好 加花生醬的蒼粉 一開始你只有吃到花生醬的味道 沒有 我跟你講你吃中間 花生醬的味道會被吃掉 它變成配角 對 後來你咬到中間它散開之後 叉燒就開始融合在一起 你講得很好 它是一層一層堆疊的 我要吃牛筋 牛筋很強喔 牛筋很 不得了我剛剛吃了三個 好好吃欸 不是爛它還有Q在 你吃得到它敢吃的味道 我們這一整桌完全沒有雷 我覺得這個點你們完全可以來欸 我覺得你們兩個要對於剛剛在一樓 我感到困惑跟不屑的表情 深刻的對大王道歉 一二三 對不起 這個點 推推 下一站我們來到的就是 澳門塔 你想要感受生命跨越極限嗎 欸高飛跳比較慢欸 它是慢慢降下去 哦 欸那好像可以欸 不可以欸 雙人高飛跳 2988欸 不是啊那就是買一個快樂 你有快樂嗎 沒有 大家先冷靜 你到底想要怎樣 我現在認真分析 他自己想玩啊 神經病 那你們就是姐弟啊 不是不是 他真的心臟有問題 我真的會中紅欸 他是慢慢的降下去 我知道有點像坐電梯 只是沒有電梯罩著你 你有很多種選擇 你可以直接跳 你可以跳下來再慢慢降下來 你還可以這樣子在空中漫步 你身為一個百萬youtuber 你拿著gopro你就是要去買票 這是高飛跳的兩張票 來 給你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這一趟來澳門會跳這個東西 我真的 我真的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我就不懂你笑那麼爽什麼意思 我就覺得好快樂 搶拖舒適拳 Doodoo Man 還是我們現在先逛個街啊 反正等一下沒拍到就說 欸我們沒拍到再跳一次 我們會被殺死 看了好幾個直接跳下來 我們看了都快哭了 怎麼都沒有人尖叫 我覺得生命好脆弱 在下面等的人都好快樂 你好 你好我們完蛋了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飛了 剛剛大概花了一個多小時在準備跟綁帶 心理建設 61樓欸沒有在開玩笑 我覺得我們會不會把你殺了 我會怕 踩下去就好了 踩下去 要跳嗎 不要 要跳嗎 跳嗎 你太陡了吧 1 3 2 1 開始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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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都沒有拿好這廢物 因為我的腳還在軟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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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聲 前面的人是那種直線下墜的都沒有叫你們全場第一個叫的人 澳門塔戰士 我的尖叫聲劃破了整個澳門塔 他真的太爛了 因為我們兩個人只能拿一台GoPro 兩個人這樣牽著喔 然後一下子他就開始 我手還要過去然後這樣把他拿起來 你送什麼Youtuber啊 那個沒辦法 那個底子先斷掉啊 第一個女的先跳下來 他就是也是棒擊跳 他一跳下去的時候我就說 看超可怕 然後我一轉回去他哭 我一轉回去他落淚 我說你在哭什麼東西 他說我覺得生命好脆弱 我真的在上面就一直滴欸 我也沒有哭出聲音就這樣累一直滴一直滴 好玩啦我覺得有空可以來挑挑看真的 可是你們叫的很慘 我們是效果 我真的大推 上來拿東西順便讓他們感受一下 在外面61層樓走是什麼感覺 教練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YES 在下面看真的沒有感覺到這麼可怕 可是如果當你站在這個邊邊的時候 你會是什麼感覺 然後在你得知下面要往下跳的時候 我跳不去 換他們要空中漫步了喔 一二三 走那個路走那麼慢 你看Eric有多僵硬 他這個人根本就跳不下去 Eric不要變瘋了啊 我好好喜歡小車爸現在的表情 好喜歡好喜歡 我可以想像他現在的手有多濕 你知道嗎 OK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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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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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現在抓著往後 然後手再放開 好笑 快樂一點 快樂一點 我現在不是奶了 我要回家找老婆跟小孩 阿門塔好好玩喔 當地人推薦啊 竹鼓包啊 哪個 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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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哥 司機大哥說 烘 烘 烘 這邊就很有名了 幹嘛跑那麼遠 在我們吃下一站之前呢 先讓我們進一下廣告 踩到 好 沒關係 小事而已 不會嘛 手很會伸嘛 不是 他剛剛就叫我 進去 你 走 沒關係 小事而已嘛 沒關係 小事而已嘛 開始 啊 沒關係 小事而已嘛 對不起了 原諒我了 我不會沒事再幫路人了啦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 再幫別人女人刷卡啊 我不敢了啦 要不是因為... 我有LiBan聯名卡 要不要趕快去辦一張 這樣就可以賺300塊耶 背得很辛苦齁 你褲子要不要先穿好 好 準備美 好 那麼多次 進去啊 正所謂紅顏禍水就是你這樣子啊 我哪有 這個名聲已經傳到澳門了嗎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剛剛司機大哥推薦我們的 鳳城康祭飯店喔 這裡啊 就是像熱炒店 這裡的人叫做大排檔 最主要我們來這一站吃的叫做豬骨包 剛剛在車上說 很多人都在說 澳門好無聊 或是澳門去個一次就差不多了 我們都不覺得 沒有 我真的覺得澳門好好玩 這個菜單呢 如果你看完的話 大概要兩個小時 然後再決定你要吃什麼 大概在一個小時 為什麼選擇障礙餐廳 港式洗碗盤法 用熱茶洗碗盤真的很特別 來澳門香港的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先洗過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來澳門 或者是不是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千萬要記得帶很多很多的衛生紙 因為這邊所有的餐廳都不會給你衛生紙 如果你要的話就是一包五塊 第一道我覺得蠻特別的 它是蒸肉餅 它裡面是加魷魚去蒸肉的 難怪吃起來口感會脆脆的 來自這一間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這個豬骨包 它是用豬骨去熬的 旁邊還有雞腳 下面的湯是白色的 通常是要一直熬一直熬 才可以熬出白色的湯 但這一間我們沒有吃過 因為我們本來要帶你們去吃的是老地方 我剛剛喝了一碗湯 它熬得非常非常濃 但是我覺得它的豬味蠻重的 西豬骨髓的部分 這個骨頭就是那種軟軟的 它是髒東西還是什麼東西 就骨髓啊 對啊 所以對於你們來說這間給過嗎 湯頭我還好 但是它的菜我覺得是很OK的 我跟你各位說 如果你要來吃這一家的話 所有東西盡量都點最小份的 而且不要點太多道 我們今天換飯店了 昨天住的是倫敦人 今天住的又不一樣了 今天晚上住的這個家叫做宜居 為大家開箱一下宜居的房間 這個VVS也太大了吧 騎手台的部分呢 一樣是兩個 但是它真的是超巨大 再往裡面走的話 這個浴缸 真的可以泡四個人是沒有問題的 淋浴直接在旁邊 馬桶分開來的 唉唷 自動的 旁邊還有一個衣帽間 再來往裡面走 這真的是有夠大 這如果以麻將桌來算 可以擺六桌 它比較像昨天那一間 然後把客廳跟房間打通 而且這個是兩人房 這不是四人房 為什麼澳門的房間都要那麼大 它就是一個澳門的奢華感 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拍得夠多了 雖然我們今天早上說到吃飽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在澳門塔 花了太多時間了 我們明天再吃飽好不好 糖水鋪消夜 糖水鋪各位要點起來 大家晚安 晚安 就可以吃飽 不然 我們現在大產日 不怕 謝謝